2024年9月30日经济趋势与战况,经济崩溃,新闻,9月二手车价格年减5.0%,所有主要细分市场均大幅下滑,皮卡降幅最为显著,下降了7.5%,其次是电动车和中行车分别下降了6.8%和5.7%,豪华车和紧凑行车的跌幅低于平均水平,分别为4.6%和3.4%。 过去三年,二手车平均价格下降了约23%,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然而,价格仍比大流行前水准高出约25%,汽车价格正在暴跌。 新闻,根据Polymarket的预测应用程序,预测市场现在显示卡玛拉、哈里斯领先唐纳德、特朗普三个百分点。所有迹象都表明,距离大选还有五周时间竞选势均力敌。 本周主要事件,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讲话,周一9月ISM制造业数据,周二JOS就业数据,周二ADP非农就业数据,周三10月OPEC会议,周三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周四。 9月就业报告,周五。重要的一周经济数据即将公布。 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就在几天前,中国在经济崩溃之际宣布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现在,随着疫情时代的刺激措施卷土重来,散户也涌入股市。 中国出现了严重问题,现在采取刺激措施已经太晚了。这一切都始于中国房地产的大规模崩溃。 它甚至促使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巨头之一恒大破产。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水平低于2008年的水平,较近期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0%以上。 这伴随着普遍的通货紧缩,因为价格在过去五个季度实际上下降了。 这听起来很奇怪,对吧? 当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猖獗的通货膨胀时,中国的物价如何下降? 中国的通货紧缩斗争凸显了情况有多糟糕。 雷达里奥,Ray Delio,最近将中国的情况描述为比1990年的日本更具挑战性。 他说,经济需要结构调整,我们完全同意。 消费者对此感到担忧,只是持有现金,商业部门因此受到影响。 中国终于在上周开始做出初步回应,下调存款准备率0.57%天, 建议零售价下修0.2%降低抵押贷款利率。 向银行注入1420亿美元,实施强力降息。 但这真的是长期解决方案吗? 刺激消息传出后,中国股市飙升就向2020年3月刺激措施的开始。 有报道称,中国的券商将全天后7分之24营业, 以适应新零售交易者的涌入。 中国市场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就连美国股市也因这项消息而飙升,SP500指数接近5800点。 然而,正如许多国家在2020年的封锁中认识到的那样, 刺激措施不足以重振经济。 随着中国房地产指数下跌超过80%,需要认真的重组。 民众和企业都必须重拾对经济的信心,以结束通货紧缩。 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毛额预计将收缩,这将使它们陷入衰退。 此外,由于信贷需求疲软和央行的努力,M1货币供应量正在下降。 看来中国的刺激措施可能未失已晚,无法避免2026年的经济衰退。 上周宣布的刺激计划标志着中国漫长旅程的开始。 我们预期全球市场和经济体都会感受到中国的波动。 自2020年大流行以来,购物首次变得更加实惠。 美国购物者现在需要年收入11万5454美元才能支付15%的首付购买中等价格的房屋。 年比下降1.4%,这是自2020年6月抵押贷款利率低于3%以来的首次年度下降。 此次下降是在抵押贷款利率出现三年来首次年度下降之后发生的。 然而,购买中位数住房所需的收入仍比2020年水准高出约90%。 住房负担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失业率会进一步飙升吗? 上周,联准会开始了另一轮降息周期,降息幅度为50个基点,与2001年和2007年类似。 在前两个周期中,失业率自第一次降息以来一年内分别上升了1.5和1.4个百分点。 同时,职缺分别下降约29%和31%分别为150万和140万个。 利率下降最初并没有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因为需要6到24个月才能感受到效果。 美联储再次落后于曲线吗? 新闻,宣布经济刺激措施后,中国股市今天又上涨4%,过去5天总涨幅达16%,感觉2020年又过去了。 据报道,刺激计划出台后,散户纷纷纷涌入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多年来首次重新上涨,但刺激措施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今日中国股市,中概股今天涨6%,5天涨18%,北京50指数盘中涨幅,创历史新高15%30分钟,交易额突破1兆元。 经纪公司7分之24营业已适应零售交易者。 商务部表示将提高政策有效性中国券商引流量大而倒闭。 真的感觉2020年又过去了。 中国刚刚连续5个季度出现通货紧缩,这是自1999年以来最长的连续通货紧缩。 现在,随着刺激措施的启动,我们看到资本重新涌入股市。 中国接下来会出现通膨吗? 第一情威胁报告。 台湾国防部指出,自今天上午6时50分起,陆续征获中国火箭军及陆军援火部队于内蒙古、甘肃、青海及新疆地区进行多波次射击。 国军运用联合情坚真手段严密掌握,防空部队也保持高度警觉,加强戒备。 今年1月底,中国已经调派两个旅机缘火部队营区设在福建沿岸。 以色列空军成功摧毁位于叶门和台达的胡塞组织全部能源基础设施,这是以色列对胡塞组织的报复,日前胡塞组织使用弹道飞弹袭击以色列。 将军亲驾最后飞行,荷兰F-16战机全数退役多数转员乌克兰。 荷兰空军27日宣布旗下F-16AB战机退役员乌,将由F-35A接棒。 也于F-16最后的作战基地沃尔克尔·福口举行处役仪式,由基地指挥官埃格蒙德·马萨·布韦·艾蒙准将亲自驾机飞越荷兰12处驻地。 埃格蒙德准将驾驶着有45周年退役彩绘的F-16缓缓开上滑行道,并接受水门仪式洗礼。 三架F-16于最后巡礼的告别飞行期间,飞越荷兰阿富鲁戴克大帝。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会议上,出现哈马斯和真主党的组织体系人物图,哈马斯领袖新瓦正在被搜寻中,石破茂在唱亚洲版北约主张引进核武派自卫队驻官岛。 辅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准备接任首相的石破茂,分享其外交国防政策,再次重申,必须考虑建立亚洲版北约并考虑引进核武,才能确保对中国、俄国和北韩的下阻力。 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为印太做出贡献。 石破茂指出,乌克兰战争已改变安全环境,这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极限。 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亚洲,只是俄国换成中国,乌克兰换成台湾。 然而,亚洲缺乏北约组织这样的集体自卫体系,没有共同防御的义务,因此很可能爆发战争。 在此情况下,建立亚洲版北约对于西方盟友下阻中国至关重要。 石破茂指出,随着日本地缘政治危机上升到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步, 接下来迫切需要制定国家安全法向国民明确说明这些法律的方向,并执行个别政策。 自民党内部已反复就此进行讨论,之后希望朝休闲迈进。 库斯克地区,乌克兰发射海马斯火箭弹的极数弹,攻击躲在树林县内的俄军。 乌克兰再次猛攻炸毁俄国本土大型弹药库。 稍早,俄军证实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空袭,至少125架无人机袭击俄国多个地区,存放伊朗弹道飞弹的弹药库爆炸起火。 乌军特战部队,军情总局特战部队,国安局特战群都参与乌军侦察与攻击俄国福尔加格勒州Kulabin弹药库的行动, 该弹库存放大量伊朗军员俄国的弹道飞弹。 乌军猛攻炸毁俄国本土弹药库与机场 七个地区近200架乌军无人机空袭俄国,包括科特卢班的一个大型弹药库叶伊斯克机场, 福尔加顿斯克核电厂附近俄军营区,滨海边疆区阿赫塔尔斯克俄军营区。 乌军猛攻炸毁俄国本土弹药库与机场 七个地区近200架乌军无人机空袭俄国 日前媒体报道,美国将提供给台湾包括训练、库存、反装甲武器、防空和多余态势感知等军事援助, 还包括无人机。 今天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 拜登政府授权从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及服务中调拨最多5.67亿美元, 约薪台币179亿元,以及军事教育和训练向台湾提供援助。 台美军事合作大突破,念6家美国无人机, 反无人机系统大厂上周组团来台与台湾业业者、台湾政府官员及国军官员会面进行厂商媒合。 不少美国业者多停留数天南下参访台湾无人机厂商, 台湾将纳入美国无人机飞红供应链巨西, 美国访台团行程原定到念5日, 但不少美国业者念6日又南下参访台湾无人机厂商直到念7日才离台, 显示双方合作意愿相当高。 另据了解,美国无人机访团来台期间中科院全程陪同, 美国对中科院建想反辐射无人机系统表示高度兴趣。 至于未来是否贴牌合作生产, 官员并未否认。 强调,在美国力推飞红供应链的同时, 利用各种机会促成中科院与国外厂商合作生产, 使台湾建立无人机产业努力方向。 美国在台协会8与美国商务部直接规划此次台湾无人机系统与反无人机系统市场开发代表团访台, 于念3日到念5日访台除复中科院参访外, 也举行无人机系统与反无人机系统B2B终端用户配对贸易团进行产业供应商的媒合。 据透露, 原本为期三天的行程与参访因互动反应热络, 不少美国业者又多停留几天南下参访台湾无人机厂商, 在美国大力推动飞红供应链政策下, 台湾将纳入美国无人机产业链。 拖列此刻的乌克兰士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 突击俄军藏身的移动防务中埋涉地雷并引爆。 据报, 这次行动消灭了一群俄罗斯士兵, 联合国勾结哈马斯案例又一桩, 哈马斯宣布在黎巴嫩的指挥官沙里夫Fethi-El-Sharif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 沙里夫同时也是一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罗尔学校的校长, 并担任黎巴嫩安罗尔教师工会的主席, 低估以国渗透力真主党领袖自施苦果。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最新袭击成功歼灭整个领导层, 包括纳斯拉勒等领导者, 重挫其军事实力。 路透及华尔街日报皆指出, 凸显以国渗透真主党的程度深不可测, 纳斯拉勒犯下两个战略错误, 一是严重低估以军战力, 二是高估伊朗。 自真主党上一次在2006年与以国开战以来, 秘书长纳斯勒拉一直避免公开露面并随时保持警惕, 行动受到限制, 所限的人也很少, 日前的呼叫器连环爆炸事件后, 他连重要军事指挥官葬礼都缺席躲避空袭, 这次却惨遭直接空袭暗杀, 凸显其核心圈早已被以国情报单位泄民渗透。 路透及华尔街日报念九日皆指出, 这凸显以国渗透真主党的程度深不可测, 应是纳斯拉勒犯下两个战略错误所致, 一是严重低估以国, 二是高估伊朗及其在中东地区武装组织网络的能力。 乌军奋战不屑, 一辆被俄军击中炮塔起火的乌军鲍尔主战车并未立即撤退, 而是先脱带受损的有军替切尔主战车后才从战场撤退。 一辆被俄军击中炮塔起火的乌军鲍尔主战车并未立即撤退, 而是先脱带受损的有军替切尔主战车后才从战场撤退。 俄罗斯宣布在十一起开始进行秋冬征兵令, 普丁已签署征兵法案, 将在三个月内征召13.3万名士兵。 丹麦宣布新一波军援。 丹麦将提供近6.29亿美元向乌克兰本身的国防工业购买武器, 其中4.34亿美元将来自冻结的俄国海外自产利息。 丹麦将提供近6.29亿美元向乌克兰本身的国防工业购买武器, 增产轮行自走炮。 中国扩大利用假讯息与假记者宣传试图争夺全球影响力。 请小心中国新一波认知战。 美联社披露,为了争夺全球影响力, 中国开始扩大在世界各地使用大外宣和假新闻发动认知战, 往往借由假记者和伪装成合法新闻来源的网军网站来演示。 当范桑研究该网站的记者时, 却查无资讯。 他们的姓名不属于在中国工作的任何记者, 他们的照片显露出人工智慧生成的痕迹。 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顾问范桑追踪一个由数十个伪装成新闻机构网站组成的中国网军网路。 其中一个网站模仿纽约时报使用极相似的字形与设计, 散播亲中假讯息。 中国重塑全球认知的庞大行动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 且拜人工智慧之次变得日益复杂。 中国的认知战已引起华府情报分析师和决策官员注意, 中国的策略是伪装成合法新闻网站大量发布亲中报道, 这些通常与中国官方声明和立场吻合。